很难想象 一枚小小的鸡蛋 竟掀起了婆媳之间的一场大风波 成为小罗至今难以忘怀的心结 无论婆婆在现场如何解释 小罗一口咬定 当初是婆婆故意把坏鸡蛋挑给她吃 这事搁谁身上都觉得可气又可笑 荒唐至极 说白了 婆婆骨子里就是个自私的人 生活中从来不会为他们年轻人着想 只会考虑自己 这不鸡蛋的事还没翻篇 水果的事又来了 其实是这样的 我宝宝喜欢吃那个红蹄 然后我就回来 我说宝宝今天那个红蹄吃了多少 你给他吃了多少 他说吃了两颗 然后我就当时想 我放到那里的红蹄蛮多的 你给他吃了两颗 剩下的那些 我就以为我婆婆吃了 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就记在心里 当时那天晚上的话 菜不合我胃口 我没有吃饱 然后我就刚好买了一盒波罗蜜 其实白天的话 我婆子吃了蛮多的 我没有怪他 但是最后剩下一点的话 我就想我饿了 我就没吃饱 我就把它拿出来 放到外面来了 我准备吃 但是我宝宝在闹 我没有时间吃 然后我宝宝哄碎了 不哭了不闹了 我准备去外面吃 吃点东西 清点肚子之后 发现没有了 我就想 估计是我婆婆吃掉了 我心里就有气了 因为两天是加在一起 蛮气的 然后我就向我老公抱怨了一下 我说你妈呀 我放在外面的一点东西 他都给我吃掉 我现在饿得要死 我晚上也没有吃什么 宝宝吃的不到也吃掉了 我希望他只是说 好生好气的安慰我两句 没想到他就说 那明天这个给你买 就是很火大 直接冲我发货 当时我就心里就豪气了 就对他好不好 我知道你们在讲 知道是不是不够命的 我就没出来 我就知道了 我就让你们讲 我就不出来 我还闹得不好听 你家里闹得什么好听 我当时我就没去买回来 放给你 放给你去不要闹矛盾了 买一颗波罗蜜 我要宝宝吃 你现在这样子吃不能吃 吃饭也多少 不知道你要吃 你要吃我也不吃嘛 吃了给我儿子在闹 现在什么明白了 他买的东西我不敢吃了 怎么东西我不敢吃了 等一下吧 宝宝吃少了 买的东西多少 你看住了 你数住了 我怎么敢吃了 你扔掉就扔掉吧 我不敢吃了 他经常说我 我买的东西他吃不得 但是每次 我买的东西他都吃啊 吃了还要说我 现在什么东西 要剩我的东西 剩我的东西 你们一个家 我是一个家 仅仅因为一盒波罗蜜 婆媳俩又站在对立面 争个没完 婆婆不服气 不就多吃了点零食 儿媳至于这么计较见外吗 儿媳还委屈 吃的用的 从来没亏待过婆婆 婆婆咋就不想着一点 他们光吃毒食呢 偏偏丈夫还不理解她 直接冲我发货 无论是丈夫还是婆婆 都让小罗失望不已 但基于对家庭和谐的考虑 她决定抓大放小 我对婆婆 小问题的其他问题 都我都可以忽略不计 就是带孩子 当她抓带孩子这件大事时 婆婆的表现彻底激怒了她 不久前 两人为此 差点打了起来 今年的大概三月份的时候 我就带着我宝宝 玩得大概快十点钟了吧 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要洗澡了 宝宝也基本上快睡觉了 你抱一下他吧 你实在是抱不住宝宝哭 你去抱给你妈吧 然后真的 我一到那个卫生间洗澡的时候 我宝宝就开始哭了 直到我洗完澡过来 大概有个将近十分钟吧 一直在客厅哭 我老公抱着就是不动 不吭一声 让我宝宝这样哭 我婆子就是 这十分钟啊 他就躲在大房间 他就是不出来 他就待在房间看手机 玩手机 我宝宝就是哭死了 他都不会来 我听到有人在抱啊 我说你有时间在抱 我就再看一下手机 不能看 我也能够理解 带小孩子好辛苦 我会让你去休息 但休息的差不多了 宝宝哭闹了 你是不是该过来 抱一抱来 哄一哄来 哄得不哭了 我继续抱一哄 我抱还不是粉 粉不住还不是闹啊 上班我带也是闹 赶紧明明听到 还不是这样 哭下去 他说哭声哭得好伤心啊 他说要抱 抱我抱也是哭得好伤心啊 我怎么解决呢 带这个小孩子就太娇气了 白天如果闹 闹得谁抱都抱不住 他不出来抱啊 我也没有什么建议 但是晚上他要睡觉了 就是要我婆婆抱着睡觉 他就是躲着 什么事情都是躲着 我认为他很懒 我就对这点就相当的不满 然后我当时洗完澡出来 我就气急了 我直接骂 已经确实不大好 我说 家里养着一个吃嫌犯的干嘛 我婆婆一听到这个话 就出来 有点想跟我打架的意思 我老公那时候就以为 我们要打起来了 我不给你打架了 来我手上那个抢我宝宝 然后我就直接骂了 我说你找死哪去了 现在过来抱友人啊 因为他不出来 抱了我 我媳妇是带婆婆是这样子 我那时候真的是好 叫我鬼出去 我那时候发了好大的货 我就骂了他 我老公那时候他去砸东西呗 他觉得好为难 又不能帮他 又不能帮我 就是这种 所以没有解决你们的矛盾 反而还把矛盾扩大了 对 好